或许之前有讲过 像那个亥石叶飞那个勤快 他现在转世在台中 在我们台湾台中 是个昆道 然后生了四个小孩 先生已经过世了 到今天要去度他求道 他那个要佛堂在二楼 要上楼梯的时候 我们外人是看他原地踏步 可是他一直在讲 所以你们的楼梯怎么这么高 都爬不到 那我们外人在看 他没在跌了 就像在原地踏步而已 那个就是他没有根基 没有缘分 勤快认识吗 知道他的名字 他在这个转世昆道之前 他转世牛 从他害死叶飞以后 转世牛转世到现在 民国的时候还当牛 在民国以后 才转成人的身体 你看多久 都那么苦 瘦那么苦 很久的时间都一直在瘦苦 所以我们了解说 我们根基缘分 都很殊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